德国媒体在8号报道 德国交通部长维新拒绝欧盟 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征收惩罚性关税 德国《时代周报》号称 欧盟目前正在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进行反布贴调查 并考虑征收惩罚性关税 对此 德国交通部长维新 在些受采访时表示 德国政府希望德国企业 继续在本土创造附加值 并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竞争力 德国希望国际贸易 在公平和统一的竞争环境中 进行 而不是通过惩罚性关税 进行贸易战 维新认为 这对向德国严重依赖 全球贸易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为全世界生产 希望未来继续这样做 就产品质量而言 德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去年9月宣布 对中国补贴造成的市场竞争扭曲 展开调查 如果调查显示中国违法贸易法 欧盟可能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盟目前对电动汽车 征收10%的关税 德国商报称 有意大利经济学家认为 欧盟委员会的经济推理 值得怀疑 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 中国制造商的成本优势 和欧洲汽车制造商的高价策略 也可能是中国电动汽车 在欧洲市场 如此具有竞争力的原因 而不是补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